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 在美国总统乔 拜登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民主党内部对他连任的支持度逐渐减弱 甚至出现了要求他退出竞选的呼声 西雅图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 史密斯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并警告如果党内不果断行动 可能会导致拜登再次成为提名人 而共和党的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好莱坞名人如乔治 克鲁尼和佩洛西 也在这一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和意见 这场辩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潜在影响引人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美国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暴 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是现任总统乔·拜登 我们将深入探讨民主党内部 对拜登竞选连任的忧虑和争议 这一话题源自多家媒体的报道 包括Yohu!US、Japan Times和Washington Post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Yohu!US的报道 7月10日 在华盛顿 国会民主党人召开了一次党团会议 会议之后对拜登的支持显得相对平淡 西雅图的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 作为进步党团主席 表示完全支持拜登 直到他不再是党的提名人 然而 来自贝尔为由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 却再次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史密斯警告 如果民主党人不果断行动 他们可能会被动地接受拜登继续成为党的提名人 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可能因此赢得第二个白宫任期 他强调 尽管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重要的是采取行动 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与此同时 民主党人试图将焦点从拜登转移到他们在公众舆论中受支持的议题上 比如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记录 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帕蒂·穆雷和玛利亚·坎特威尔在参议院民主党人的每周午餐会后 强调特朗普在推翻罗素维德案上的角色 并试图通过法案保护堕胎犬 尽管他们知道共和党人会阻止这一努力 然而 史密斯的声音在民主党内部显得尤为突出 他是为数不多地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众议院民主党人之一 他对拜登的健康状况和领导能力表示担忧 认为民主党领导层应该采取行动 选择一个新的提名人 以确保赢得2024年的选举 Japan Times也报道了拜登在好莱坞失去支持的情况 包括George Clooney在内的多位名人呼吁拜登放弃连任 Clooney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霸已决堤 暗示拜登的连任竞选已经面临巨大挑战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Washington Post的报道 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 微妙地回避了拜登是否应该竞选连任的问题 他表示 是否竞选连任应由拜登自己决定 但同时也指出时间紧迫 需要做出决定 这一言论被解读为佩洛西对拜登连任表示的某种程度的保留意见 那么 拜登的连任竞选究竟面临哪些挑战 首先 拜登的健康状况和年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现年81岁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他的健康状况和领导能力成为了党内争论的焦点 史密斯在采访中强调 拜登在最近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这迫使民主党考虑其他选择 其次 党内的分歧逐渐显现 尽管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公开表示支持拜登 但更多的声音开始质疑他的连任能力 史密斯和菲利普斯等众议员明确表示 拜登的健康状况和辩论表现使得他们对他的连任前景感到忧虑 再者 来自好莱坞的反对声音加剧了拜登的处境 George Clooney和多位重量级人物公开表示 不支持拜登连任 这表明即便是在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娱乐圈 拜登也失去了部分支持 那么 佩洛西的态度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曾经的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在民主党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的言论被认为是对拜登连任的一种微妙的质疑 佩洛西指出 决定权在拜登手中 但他也暗示需要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以确保民主党的前途 综合来看 拜登面临的危机不仅来自于外部的共和党挑战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部的分歧和质疑 民主党内部对拜登连任的态度并不统一 这使得他的竞选前景更加复杂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议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 从民主党的整体战略考虑 选择一个健康状况 良好且能有效领导竞选的候选人至关重要 史密斯的呼吁反映了党内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 他认为应该选择一个新的提名人来确保2024年的胜利 其次 从选民的角度来看 拜登在堕胎权等问题上的立场受到广泛支持 然而 选民也关注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执政能力 民主党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平衡点 以确保赢得选民的支持 第三 从好莱坞和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 拜登在最了解形象和舞台艺术的地方好莱坞逐渐失去了支持 这一趋势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 对他的竞选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 从党内领导层的角度来看 佩洛西和其他领导人的态度至关重要 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将对党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佩洛西的微妙表态显示出他对拜登连任的保留态度 也反映出党内对拜登的连任前景持有不同看法 总的来说 拜登的连任竞选面临多重挑战 党内的分歧 健康状况的担忧 好莱坞的反对声音以及领导层的保留态度 都是他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民主党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决策 以确保在2024年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感谢大家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众议员亚当、史密斯及其他部分民主党人 对总统乔·拜登的第二任期持保留态度 特别是考虑到拜登在最近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以及他日益增长的年龄和健康问题 尽管进步派领袖普拉米拉·贾亚帕尔 正式表态支持拜登、亚当、史密斯则强调 民主党需要果断行动 以免在拜登作为提名人的情况下 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第二个白宫任期 史密斯警告民主党若不采取行动 可能会面临拜登无法胜任的风险 进而导致特朗普重返白宫 他主张应该考虑替代拜登的可能性 并对党内的同僚表示 这不应该仅仅是拜登个人的决定 史密斯甚至提议开放大会来选择一个新的提名人 以确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 相对于史密斯的强硬立场 其他民主党人则更多地将焦点转向政策问题 特别是堕胎权议题 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帕蒂、穆雷和马利亚、坎特威尔 强调了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记录 并试图通过立法保护生殖健康权益 但这些努力遭到共和党的阻挠 民主党内部对拜登的支持并不完全一致 部分国会议员私下表示 对拜登的表现有担忧 但在公开场合仍然保持沉默 或仅表达保留支持 史密斯指出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民主党领导层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 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即使这意味着破坏现有的结构 在好莱坞 拜登也逐渐失去了部分支持者 包括知名人士如乔治、克鲁尼等人 公开呼吁拜登让位 这反映了 在形象和舞台艺术方面最敏感的地区 对拜登能否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获胜的疑虑 前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 在电视采访中 虽然为直接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但他微妙地指出 总统需要做出决定 这也凸显了党内对拜登 是否应该竞选连任的讨论 尽管拜登坚持 他将竞选连任 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以及来自各方的批评声音 他和他的团队需要认真考虑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确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保持优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成绩 拜登总统的年龄确实是一个考量 但我们不能忽略他在过去这几年的贡献 正如乔治·克鲁尼在纽约时报上所说 拜登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他成功将北约团结在一起 这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环境中尤为重要 难道我们要因为他在辩论中的意识表现不佳 而忽视这些成就吗 那可真是丢了西瓜茧之麻 我们要有全局观念 不能因为一场风暴而改变船长 楚天书 我们的现实一点 拜登总统的表现就像一头疯马 在参加奥运会跳高比赛 大家都知道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让人担忧 亚当·史密斯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作为提名人 风险太高了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选举 这是对民主党未来的赌注 拜登的辩论表现已经证明他不是最佳选择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振奋人心 吸引选民的新面孔 如果我们不行动 就等着看特朗普再度登上白宫宝座吧 那可是比看荒唐阿姨还荒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亚当·史密斯这位贝尔为由的民主党众议员真是有点没耐心了 他显然认为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对于再次参选总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尽管党内大多数人尚未公开反对拜登 史密斯的态度就像一个急着砸锅煮饭的厨师 他说如果没有好办法那就用不好的办法 这段话让人想到他可能是看了太多的绝命读师 总觉得得用点激进手段来解决问题 同时民主党人试图将焦点从拜登转移到一些比较有争议 但能获得公众支持的议题上 比如堕胎权 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帕蒂 穆雷和玛利亚 坎特威尔在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午餐会后发表讲话 试图把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堕胎立场打造成他们的劣势 这就像在一场球赛中 看到对手在某个位置上露出破绽 就猛打那个位置一样 穆雷甚至还提到 我们都知道唐纳德 特朗普终结了罗素维德案 这话说的真的是直击要害 特朗普在堕胎议题上的沉默也成了一个攻击点 民主党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强调特朗普曾经表示他对2025计划一无所知 并且不同意其中的部分内容 这让人想起了特朗普习惯性的模糊和回避 这样的策略就是希望特朗普自己挖坑自己跳 然后他们在旁边拍手叫好 然而拜登的支持者们并未善罢甘休 他们认为拜登的外交政策成绩不错 尤其是在北约问题上 史密斯对拜登的评论也比较严厉 称他在最近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让党内不得不重新考虑拜登是否应该再次参选 这让人感到史密斯就像一个急着把老手机丢掉 换新手机的人 不管这台老手机还能不能再用一段时间 而佩洛西这位前众议院议长则表现得更为圆滑和谨慎 他在《沉尖桥》节目中的回避态度 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想直接表态 但又给人留下想象空间的策略 这就像是在高风险的扑克牌局中 他既不叫牌也不弃牌 而是选择观察对手的下一步动作 他的这种语言艺术真是值得学习 好莱坞的大佬们包括乔治、克鲁尼等 也对拜登的竞选连任表现出不满 这让人想起了权力的游戏中的权力博弈 这些重量级人物就像某种影子内阁 试图在背后施加影响力 克鲁尼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意见文章 这就像在国王面前大声说 你该退位了 总的来说 这一场关于拜登是否应该竞选连任的争论 就像是一场大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台词 民主党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交织在一起 这场戏的结局尚未可知 不过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辩论已经揭示了美国政治中那种微妙而复杂的权力平衡 每个人都在寻找最佳策略 既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又要在这个大舞台上保持光彩 这些政治人物的表现和言论 真是让人感受到什么叫游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 spending 眼神字幕志愿者 杨栋